阿亨累累的民陣宣布收檔 是否想將其過去所謂一筆勾銷呢? 民陣資產至今不明 仍欠公眾一個詳細交代 創立近19年的民陣 今日中午發聲明 指已在上星期五召開週年大會 出席成員團體一致已缺 由即日起解散 大約160萬元的資產 將指示民陣資產托管團體 捐給合適的團體聲明續止 近一年多來 政府不斷以疫情為由 拒絕民陣及不同團體的遊行申請 各成員團體遭受打壓 民陣本來希望繼續以原有的方式 和大家迎難而上 但召集人陳浩媛已因為多宗案件 身陷零雨 秘書處已無法維持運作 在無成員參與來界秘書處之下 只能無奈宣布解散 港人港地早前總結 民陣至少有亂港四宗罪 包括多年來未有註冊 涉為社團條例 涉勾結愛國 唱衰香港 旅舉辦遊行涉為暴亂搭台 或為國安法 以及多年來大型遊行所得的籌款 超過500萬元不致去向 有洗黑錢之嫌 民陣臨時召集人鍾松暉曾經表示 不清楚民陣資金情況、存款銀行、戶口帳戶等 徵災福營的民陣召集人陳浩媛 亦從未向他交代 但如今聲明中 竟言之作作 聲稱民陣資產有160萬元 究竟當中是否有人蓄意隱瞞呢? 為何超過500萬元僅剩160萬元呢? 而這160萬元又包括什麼資產呢? 存訪在哪裡呢? 民陣都未有向公眾交代清楚 至於民陣將資產給予合適團體 當中又有沒有違反法律?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法學交收夫堅持這樣分析 為何由500萬一剎那變成160萬呢? 究竟用了哪一方面呢? 這一個數目是有很大的落差 以及它準備什麼合適團體 它是沒有提及的 這樣就不排除有涉及黑金、清洗黑錢、 你出送、落格、做假象的嫌疑的 以及民陣亦都有責任向公眾清楚交代他的帳目 任何人或任何團體 如果有人給你一大筆錢 你都要有責任去教清楚究竟這筆錢的來源 如果他不給你一筆錢 叫你繼續進行反中亂港的行為 你接受的 這已經是可能觸犯港區港法 或者我們香港本土法律 民陣解散就可以洗清洗白 警務處處長蕭澤宜早前表示 警方搜證早有部署 對於任何人違法 不要以為可以投資夭夭 警方今天也發聲明 此民陣一直沒有向公司註冊處註冊為公司 亦非向警察牌照科註冊的合法社團 在一個不合法運作的組織 正積極跟進民陣違法者團條例內的罪行 在一天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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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